杭州亚运会羽毛球男团赛今天正式拉开序幕 16强第一天就上演了我国对垒韩国的焦点战 马来西亚头号男单李子佳表现慢热 也1比2输给了韩国头号男单全逸臣 在第一局的比赛 世界排名16的李子佳开局就一直落后 最终以14比21高负 让世界排名只有47的全逸臣先下一城 进入第二局李子佳活力全开 最终以21比14扳回一局 但是李子佳在决胜局多次失误 最终以18比21输给了全逸臣 在丢了第一场比赛之后 马来西亚及时稳住正脚 派出了谢苏组合 谢定峰和苏伟毅不负众望 成功以21比17 21比9 力措韩国强荡徐承载和江敏赫 为马来西亚羽毛球队拿下一分 颁平大比分 进入第三场的比赛 世界排名19的马来西亚选手黄志勇 表现不理想 以11比21 16比21 不敌世界排名只有119的李佑葵 来到了第四场比赛 有第二男双王耀心与张玉宇 对阵金元昊与罗胜胜 大马选手在最终以16比21 以及18比21败下阵来 总比分1比3不敌韩国 未经许可,不仅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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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仅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